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馬可·盧比奧 日前與多位共和黨人推出一項法案 禁止發放旅遊簽證給中共黨員 盧比奧辦公室11月18號發布的一份書面聲明表示 這項法案是為了遏止中國公民加入共產黨 並進一步限制中共在美國的間諜和宣傳活動 聲明表示 不限制中國公民申請其他簽證 包括外交簽證、學生簽證、體育及藝術人士和投資簽證等 盧比奧說 在中共努力成為全世界唯一強國的計畫中 他試圖削弱和破壞美國 每個黨員都被要求為中共的這個目標服務 允許中共黨員在美國度假、購物或經商不符合常理 參與這項提案的聯邦參議員凱文·克拉默也表示 每一天 中國共產黨都在傷害美國的利益 參議員李克‧斯特克也提到 美國一次又一次看到中共特工竊取智慧財產權 在美國土地上追蹤美國公民 以及滲透到美國關鍵研究機構的可怕案子 共產中國是美國的敵人 它正在尋求全面統治世界 紐約職業律師葉寧認為 美國已經注意到 中共在國內宣傳的就是要戰勝美國 統治全世界 霸權主義野心非常明顯 但是呢 其實不是新鮮的事情 本來《移民法》212條就規定共產黨員是不准入境的 共產黨成員和其它極權組織的成員 不准進入美國 也不准在美國獲得永久居留身份 旅居澳洲的學者李元華指出 中共在世界上搞戰狼外交 對周圍弱小的國家搞擴張 這都對世界起到了破壞作用 所以 對共產主義危害世界 認識比較清醒的議員 才提出了這個法案 李元華表示 中共黨員會按照黨的要求 去做一些在中共語境中是合清合理的事情 但實際上是在犯罪 16號 首位被引渡到美國受審的中共情報官徐彥均 被判決從事經濟間諜 陰謀盜竊貿易機密等罪行 判處20年監禁 17號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也表示 FBI正在調查一個位於紐約市的 未經授權的中共警察站 而加拿大也正在調查華人商人 支柱中共警察分支機構等活動 李元華指出 中國人有兩面性 人性的一面知道美國好 所以中共黨魁也把自己的女兒送到美國受教育 中共高級官員 大商人也選擇到美國去鍍金 每一屆大佬還有一些反美鬥士都移民美國 而黨性的那一面則是反美 其實也看到了這一點 他就是要通過法案告訴你 你要追求自由平等的社會 一個安靜的社會 那你就不要加入中共 這樣的話美國才歡迎這樣的人 葉寧指出 中共遭到全世界的唾棄 從川普時代 美國開始把中共和中國人區分 但一些中國人入黨 完全是為了個人利益 加入共產黨 它不能給黨員及其家庭 帶來各種各樣的特權和福利的話 誰願意加入這個邪黨 但是呢 到現在明明知道這是個火坑 但是呢 還是會有人往裡跳 因為共產黨壟斷了全國的資源 葉寧指出 大紀元發表的《九評共產黨》 對中共的邪惡從實踐到理論都進行了系統性的揭露 使大量中國人三退 他們從意識形態和靈魂層面與中共劃清了界限 擺脫了邪黨的控制 這具有重大意義